好 那我們今天先來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昨天義大利是不是公投啊 對不對 那大家很多都預估 那他是不是公投如果沒過的話 可能助長什麼脫歐的這個情況 首先我們來看 其實同學注意 義大利這個公投的重點 其實是什麼 修補議會民主的什麼 無效率啊 對不對 其實同學注意看 現在全球為什麼很多 就是說走上街頭 大家說這是民粹 對不對 大家是反自己國家的領導階層 領導精英 那同學注意看 他們反他就是因為認為什麼 第一他無效率 第二他制定的政策對於什麼 對於中下階層是不利的嘛 或者是說你制定的政策沒有照顧到中下層 那不管怎麼說 同學注意看 議會民主體制國家包括我們也一樣 都面臨到什麼長期以來把多元視為絕對的價值 結果現在到變到現在什麼 多元變成是分裂嘛 政黨的匯聚民意的能力 或者是整合這麼多元民意的能力在下降 那我們之前是不是有提到過 那這個使得什麼政策的制定還有執行遭遇到很大的什麼阻礙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左討論又討論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而且可能什麼到最後是沒有結論 然後即便是打架呢 也還打不出個勝負就擱置 對不對 這個情況現在是很普遍嘛對不對 所以全世界的議會民主國家呢 其實都在想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那老師以前是不是提到過 德國梅克爾呢 他處理這個問題 他其實什麼 他這一院他一選上了以後 他就處理這個問題了 因為他理解到德國呢要長期在國際社會中呢 要有影響力呢 你不能被這個議會民主的無效率給拖到什麼 無法回應啊 無法制定政策也無法執行政策 所以梅克爾這一次當選了以後 因為我們知道歐洲大部分是什麼 是組織聯合政府嘛 最大的黨他可能什麼 得票率也未必什麼 得到個七十八十%對不對 有些可能什麼最大黨得到四十幾 第二黨呢三十幾 或者是也可能四十幾 然後其他一大堆小黨對不對 東臭西臭加起來啊 所以傳統上呢 就是一個哎我剛好得到四十幾%的這個大黨呢 搭一個得幾%的小黨 過五十%了 我就我執政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那但是問題你雖然可以執政了 但是你在執行的過程中什麼 你還是可能無法說服其他的黨而什麼 動彈不得之外 你還有可能被這個小黨加持 和你組織聯合政府這個小黨 隨時可以威脅你的對不對 因為他威脅你你不答應的話 馬上什麼 他說我走了 你這個聯合政府就垮台了 看到沒有 啊所以同學注意到 那梅克爾同學注意看他這一次 他現在這個任內哦 你們注意看哦 他選完了以後 他也沒過半 所以大家傳統上就認為什麼慣性思考嘛 以前的經驗嘛 所以就是說他一定會去找綠黨 綠黨反正又是環保 大家應該都很高興啊 對不對應該會去找綠黨來結盟 就沒想到呢 他沒有找綠黨 因為他找綠黨就過半了嘛 就已經過半了就可以執政了 沒想到他沒有去找綠黨 就他找第二大黨 也就是說舉例來講 就是我們台灣的民進黨加國民黨 聯合組成聯合政府 看到沒有 所以德國什麼就變成什麼 因為第一大黨加第二大黨什麼 組成的聯合政府 使得這個國家的民意高度集中 所以在議會裡面 你其他小黨即便扯他 扯不動 看到沒有 所以他才能夠什麼 在這幾年的一路往前衝嘛 那當然受挫於這個什麼 這個小黨 AFD這所謂的另一種選擇的黨呢 給他什麼來一個什麼 搞了這麼一下子這個什麼 我們等會會講的這個 科倫的這個事件 那意大利的這個輪席呢 他也要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他卻沒有採取梅克爾這個模式 他是當然他是更根本的什麼 當然他可能也太高估自己的實力了 他修憲 院長員注意看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修憲是很容易的 因為為了維護自己國家的什麼 憲政的穩定性 其實每一個國家要求修憲的標準都是很高的 你實力不夠都不敢輕言講說修憲啊 對不對 那他呢他當然不是說他糊裡糊塗 因為你可能要注意看他其實也滿了不起的喔 在歐債危機之後 義大利也是歐租之一嘛 對不對 歐租不是只有希臘嘛 對不對 義大利也是歐租喔 但是可能要注意看其實義大利什麼 在輪其領導之下什麼 現在已經有成長喔 而且很具體的超過一趴 或一趴剛好 或一趴多一點 所以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喔 對不對 那當然他可能也因此而高估自己的影響力了 所以他敢去修憲啊 對不對 其實他修憲的內容其實就是 其實我們台灣以前也弄過嘛 就是你立法委員人數太多啦 對不對 你虎腳蠻殘的立法院打來打去 就什麼議案都過不了啊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修憲內容就是三解席位嘛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什麼 希望把權力集中在什麼 集中一點 啊這樣子制定政策 推動政策 然後趕快拉抬意大利的什麼 經濟成長 其實是有幫助的喔 所以這就是老師跟大家講的 我們現在在講民粹 大家都說喔 各個國家什麼對於領導階層不滿 老師上次是特別提醒大家注意喔 並不必然是所有這些國家的政府都無能喔 而是很多老百姓的嘛 他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啊 因為我反正我沒有得到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我就擺爛啦 我什麼都沒有我幹嘛讓你讓你好過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輪旗其實他的主張是什麼 對義大利有利的 但是什麼 義大利老百姓不願意啊 看到沒有 所以同學千萬不要以為什麼老百姓什麼 民意大家說民意至上 但是並不必然民意是對的喔 啊就如同德國的梅克啊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他張開雙手歡迎什麼 這些中東來的所謂的移民也好 難民也好 其實他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德國少子化的情況 比我們這邊嚴重太多 對不對 你要支撐你這麼高水準的社會福利 有幾代的人都沒有人 那更不要急等他們長大以後繳稅啊 沒有人啊 懂我事的意思吧 所以你要趕快填補這個人啊 大家又想要享受高的社會福利 我們台灣不是也動不動想說 人家歐美的 歐洲的社會福利多好多好 對不對 那現在沒有人要繳稅啦 過幾可預期的未來 沒有人繳稅啦 不是他願不願意工作 是沒有人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也 我們從電視上都可以看得到嘛 這一次這個什麼 中東地區的 或北非地區的這些 所謂要進到歐洲的人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什麼 是他們國家的主流的精英啊 年輕 年紀也沒有比你們大幾歲 但是都是學有專精啊 不是傳統定義下的那種 好像在自己國家都吃不下粉 沒有能力謀生的人 不是 是人家國家的主流精英啊 所以梅克爾是對的 他這個決定對德國其實是精算過的有利 但是德國老百姓別說 看到沒有 那輪期呢 意大利的輪期也一樣 所以跟現在是不是 馬上就要退出歐盟 基本上大概還 還有一段距離啦 沒有那麼 一下跳那麼遠啊 那另外呢 奧地利也一樣啊 奧地利選總統 終於什麼 極右的沒選上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終於喘了一口氣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奧地利 極右沒選上 大家要喘一口氣呢 除了大家會說 哎呀 那就不至於脫歐了嘛 對不對 那不至於脫歐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啊 曾紹涵 陳一憲 請說 意大利為什麼這個總統 這第二輪呢 選出這個總統 大家終於喘了一口氣了 想說這個極右派的什麼 這些終於沒選上 還有沒有別的原因 啊 大聲音 可以帶動精益成長 可以帶動精益成長 對這非常好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為什麼終於鬆了一口氣啊 除了說哦 大概不至於脫歐了 或怎麼樣 他的更重要的意涵 因為脫歐的話 會不會再起初 會不會再起初 哦對 那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奧地利的老百姓什麼 相對理性嘛 那他為相對理性 還有沒有別的原因呢 既如打 誰說 不用想得太難 他們這種右派 為什麼大家都害怕 極端的民族主義 這回終於沒選上 但是奧地利同學 注意看哦 這個極端的民族主義 這個 這一批人還不少哦 所以奧地利每次選舉 歐洲其實都是很緊張的哦 甚至什麼 上一次呢 歐盟都出面 大家聯手逼退一個什麼 候選人 他也是其右派 而且他的影響力更大 而且是年輕的哦 同學不要以為 只有老師這種 糊裡糊塗的中年人 才胡搞下搞哦 年輕人 其右對外國人 充滿了怨恨 不是只有什麼 而不是只有英國的那種中年人哦 老師啊 怕他行政會太極端 哦 非常好 怕行事極端 同學注意哦 老師以前上課是不是有提到過 問過同學 希特勒是哪一國人啊 非常好嘛 我們同學都知道是奧地利人嘛 希特勒是奧地利人 所以這邊的文化 他是有反的什麼啊 對於外國人 或者說對於種族主義呢 其實他們是蠻執著的哦 老師也建議大家觀察 美國的川普 他父親這邊是有德國背景的哦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他這個背景以後 你再看他在選舉時這樣子批判 伊斯蘭文明這些人毫不手軟 你就知道什麼 他是受到什麼文化的影響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奧地利這個右派沒選上總統 整個歐洲都喘了一口氣 鬆了一口氣 不是一般的單純的鬆了一口氣哦 因為他們也害怕啊 因為其實人家注意看 歐洲這個民族主義 其實把歐洲給毀了嘛 對不對 你這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背後什麼 這個民族主義的因素都是很強烈的啊 這個甚至更更極端的種族主義 以血統來論嘛 比我的啊 這種這種情況啊 所以其實他們也害怕啊 對不對 如果右派勢力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英國脫歐 這些什麼右 這民族主義的這個什麼獨立黨啊 這些什麼對外國人很排斥 不僅僅只是經濟因素 那當然經濟因素是立即的嘛 每天大家要吃飯就是立即的 更根深蒂固的 老師建議大家注意 是種族主義的因素 這個更恐怖啊 董老師的意思 所以歐洲為什麼那麼害怕 脫歐 歐盟的成立呢 就是為了解決什麼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戰爭的源頭就來自於種族主義嘛 看到沒有 那歐盟這個經濟合作呢 就是大家想到的辦法 因為你要怎麼處理戰爭和和平的問題呢 那好用經濟手段 立即解決大家的吃喝嘛 對不對 讓你即便看到外國人不滿意 但是因為你的生活還不錯 所以不需要採取什麼 尖銳的手段來對付外國人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所以就說奧地利今天選舉過這個 因為同學注意看啊 奧地利的總統其實是沒有實權的 實權握在總理手裡 但是他有象徵意涵啊 對不對 他不僅對歐洲 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 種族主義者所產生的號召力呢 是我們在台灣無法下降的 所以為什麼同學注意看 這就是什麼 讓整個歐洲或者說廣義的來講 基督文明鬆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雖然是沒有實權啊 總統奧地利的總統是沒有實權的 那但是象徵意涵是很驚人的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啊 所以奧地利這件事呢 其實比義大利的這個事情呢 更重要 只是我們台灣比較少注意奧地利 那義大利呢 那當然對於這個輪旗來講 那我公投我希望修補 我們議會民主的種種問題 那大家不接受不願意 那我當然下台不幹了嘛 也沒法再幹下去了 對不對 因為我要推動什麼政策 都要議會通過嘛 那議會就給我擺爛扯我後腿啊 我沒法做了 對不對 所以產生的經濟結果 就不可能是好的嘛 那你不可能好的同學注意看 如果搭配民粹或民主主義 大家還要一起擺爛要退出歐盟的話 那後果是我承擔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那當然奧地利這件事呢 也讓奧地利喘 自己也喘了一口氣嘛 為什麼 就是應該不至於脫歐了啦 奧地利 同學注意看啊 那這一次對於奧地利來講呢 女性 我們說奧地利做出什麼理性抉擇 那這一回什麼 女性的票大部分就砸像什麼 這個比較溫和的 那同樣的什麼關鍵性的時刻什麼 也逼出了從來不投票的人 因為最近這幾次全世界都一樣 大家注意看喔 最近這幾次的投票都是關鍵性的抉擇 影響整個大方向的一個抉擇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投票啊 你既然是投票來表達意見 那要翻盤的時候呢 最近這幾年大概陸陸續續 都是所謂的轉型期嘛 對不對 轉到對你國家有利 那你這國家就上去了 對你國家不利 那就往下了 看到沒有 那但是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民意並不必然是正確的喔 董老師的意思 因為我們講議會民主制 好像什麼民意都最大 所以大家不敢質疑民意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看歐洲的例子是有問題的 民意並不必然什麼 是對的喔 那當然你議會民主體制之內嘛 那民意說了算啊 那好嘛 那輪其他就下台他揍人啊 他這麼艱困都可以把義大利 帶出這個困局 然後什麼啊 拉出一點經濟成長 想要再繼續往前拉的時候呢 他需要修補一些制度 協助他能夠往上拉 就大家拒絕嘛 那好吧 那就那就不搞了嘛 看到沒有 所以老師提醒大家注意這幾天啊 這一些巨大的變化 那接下來回到我們上個禮拜的進度啊 我們說法國為什麼連續這個恐怖分子都打法國 不是無辜的 法國不是無辜的 你嘴巴上講自由平等博愛 但是同學注意看啊 法國這一次在攻對付中東的所謂的恐怖分子 伊斯蘭國的時候呢 他除了下手最重之外呢 他也往外啊 以對付伊斯蘭國的名義什麼啊 他也去轟炸敘利亞 所以變成實質上是什麼 你們歐美這些大伯什麼 在這個地方假借反恐的名義 在搶地盤 因為以前這個地方也是他們的殖民地啊 對不對 後來被迫離開了嘛 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啊 但是不甘心啊 最推千萬注意了一點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歐洲這些老牌殖民國家 在美國號召的殖民解放運動 因為美國做一個後期的嘛 他要把歐洲這些國家的影響力 趕回歐洲的話 他就搞這個什麼啊 鼓動大家搞民主解放運動 好民主解放運動把歐洲國家衝衝趕回什麼啊 歐洲啊 那但是同學注意哦 他們無時無刻的不想 無時無刻的都在想什麼 回到他的前殖民地繼續掌控 為什麼這麼講呢 同學可能會講說老師你是不是冤枉他們啦 倒不是老師冤枉他們 所以同學注意看哦 歐洲國家非常清楚哦 他是一個什麼沒有能源沒有資源的地方 你們注意看哦 歐洲國家除了少數什麼羅馬尼亞啊 什麼有一些石油之外 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是沒有什麼天然資源的哦 對不對 所以他什麼啊 他往外控制殖民地呢 對他來講是有這個必要性 更何況 你們看到沒有 中東地區的石油之多 用噴的 人家石油多到用噴的 他什麼都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有機會 他當然就是要回來重炸 但是他現在不能說我又要回來殖民啊 但是實質上就是想要啊 對不對 所以法國下手是下得非常重的哦 所以大家注意看這個恐怖分子 陸陸續續對法國下手呢 並不是表示什麼啊 恐怖分子 怎麼專跟法國過不去 是的倒過頭來 法國什麼啊 對這些中東國家出手 其實都不手軟的哦 院長也注意看啊 我們說歐洲這些老牌殖民國家 其實英國 法國 對不對 英國 法國 還有什麼 荷蘭 比利時啊 你看這麼小的國家 荷蘭都跑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了 不是嗎 對不對啊 所以他們這個海外殖民呢 他們歐洲國家本身呢 都有競爭性啊 對不對 所以英國 法國 美國啊 什麼這些 在敘利亞這個對付伊斯蘭國方面 大家爭先口後啊 看到沒有 所以其實都是有原因的啊 好 那這個呢 那當然大家是很有名的一幅圖 一個照片 那當然有震撼全世界史的 大家不得想要裝作沒有難民問題 都無法裝了 就是這個小朋友 看到沒有啊 他基本上呢 在這個浪潮之中呢 淹沒嘛 對不對 那好 那這裡面牽扯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歐美國國家呢 特別是美國 你利用當地的人呢 來反恐 對不對 那你呢 你炸的這個範圍呢 也太廣了 對不對 讓一般的老百姓呢 其實什麼 他的生活已經無以為繼了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只好往外逃 那當然對於歐洲國家來講 就是你美國呢 你躲得大老遠 你都不處理 那當然他們對他們來講什麼 順勢的到歐洲是比較近的 所以歐美國家呢 其實不僅在道德上 其實在實質上 他們都必須收 因為這難民是他們造成的嘛 看到沒有 那老師也建議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以歐美國家這麼強大的實力 怎麼恐怖分子都打不完啊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不僅打不完 好像似乎什麼 也沒少打幾個 好像越打越多 他到處跑 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像恐怖分子 越打越多的感覺 而且打的範圍好像越打越廣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反向思考 對於這些國家來講 恐怖分子是不是不能打完啊 不能消滅完畢啊 老師剛剛不是講了嗎 他們藉反恐的名義什麼 重新回到這些地方來嘛 那我如果一天就把恐怖分子抓光啊 那我的影響力怎麼進來啊 因為抓光了不就得走了嗎 對不對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反向思考 恐怖分子越打越多 對於他們來講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性 聽懂了沒 恐怖分子不能打完啊 看到沒有 而且最好越打越多 看到沒有 這樣子我派兵在那個地方 留在那個地方協助你反恐 我就有正當性了 對不對 但是我實質上並不只是要反恐 我要你的石油 看到沒有 我在這邊幫你反恐 我要你的石油 而且什麼 如果夠厲害的話 你還得免費給我石油 我幫你打啊 我幫你打啊 就像川普講的 你們要付費啊 而且我覺得現在你們付的還太便宜了 國不划算 看到沒有 這就是他們的心態啊 只是川普說出來了就是了嘛 其他人沒說出來而已啊 董老師的意思啊 所以可預期的未來恐怖分子的問題 無解 因為不能解決 不是真正無解 是不能解決 解決了以後對他們不利嘛 對歐美國家是不利的 董老師的意思吧 所以反倒是俄羅斯 對付恐怖分子是下手下的很重 那為什麼他下手下的很重呢 而且感覺上什麼 成效蠻不錯的 對不對 大家覺得俄羅斯是真的在反恐 黃愚昕 請說 歐美國家好像反恐打了半天 恐怖分子越打越多 那俄羅斯呢 反恐特別認真耶 那怎麼回事啊 而且他不僅自己喔 他還幫敘利亞政府來對付這些喔 那他怎麼這麼好啊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他想要其他國家的租源 那誰名 他想要其他國家的財源 你這個其他國家是指誰 歐美 是他幫助的人 喔喔喔喔喔喔 好你往這邊想非常好 其他國家剛好反向 你歐美國家想要進這個地方來搶石油 我俄羅斯 難道不想嗎 雖然我油也很多 但是我不希望你們這些的影響力 進到我的家門口 看到沒有 所以他真反恐希望把歐美國家人什麼 趕走嘛 所以實質上恐怖分子 其同學注意看啊 他雖然是一個議題 但是其實上他是一個不重要的議題 重要的還是什麼啊 搶勢力大圍啊 搶資源啊 看到沒有 還是歐美國家和什麼啊 俄羅斯嘛 對不對 原來本來兩邊就在對抗了 就在這個地方也在對抗嘛 所以造成這麼多推向漢 你看如果只是恐怖分子的話 恐怖分子同學注意看啊 不可能每天在市區裡面逛大街吧 對不對 所以很多地方其實應該也是很安全的 日子也是應該很好過的嘛 不至於引起這麼大批的人往外走啊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說你們這些人呢 你們的意圖也不單純嘛 所以搞到情勢無法收拾 其實左也來轟炸 歐美國家來轟炸 俄羅斯也來轟炸 那這個國家基本上 周邊都沒有安靜日子可以過啊 都被炸得差不多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其實什麼 從這個角度來看 歐美國家你本來你就有義務 要處理這個問題 你也沒有什麼高的道德標準 其實你也是偽善 對不對 這問題是你製造的啊 你當然要收啊 你當然要處理啊 不是嗎 但是他們其實是裝了不要處理的喔 直到這張照片 在網路上流傳了以後什麼 他才不得不面對啊 看到沒有 大家注意看 你看 這個救難的人也就這樣子看著啊 那個小朋友 在那個地方也沒什麼 就等同跟其他什麼 淹死在海邊那海豚差不多嘛 對不對 只是他是人嘛 原來大家不要處理的 朋友看到沒有 所以什麼 同學注意看 往後掀起來的什麼 這些民粹啊 反難民反移民 其實基本上就什麼 就再度的把他們 老實敢講的什麼 他們內心的這個 種族主義的這個什麼 因子什麼 就不遮掩了 我就是不要讓你們過來 看到沒有 所以同學注意看 這一張呢使得他們什麼 不得不出面處理嘛 對不對 那走到今天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處理的也不是很心甘情願 對不對 那梅克爾是願意處理 但是他處理的一個前提 也是為了德國的利益嘛 對不對 他收這麼多 其實都是收著人家的精英分子啊 其實是對他 德國的經濟是有幫助的 那即便如此 老百姓不接受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講到這裡有沒有不清楚的 是嗎 老師 老師 你說 不是 美軍在那邊 投入那麼多軍隊 是也要花錢嗎 你說什麼 美軍在那邊 中東那邊 投入那麼多軍隊 那不是也要花錢嗎 花誰的錢啊 他們自己花 花美國納稅義務人的錢 這是沒錯 但是美國很多產業 可以因此賺大錢 你打恐怖分子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軍火啊 水水不論外人田啊 花很多錢 但是什麼 錢花到哪裡去啊 美國納稅義務人 交的錢 給他美國的軍火商嘛 同學注意喔 我們常常講說 喔不要爆發戰爭 免得什麼危險啊 對不對 老百姓很可憐啊 什麼的 對不對 戰爭是不好的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一般講的 但是另一個角度來看呢 這就是你問的問題 非常好 同學注意看 從古到今 甚至未來 戰爭不會一輩子不發生的 戰爭會發生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人 從戰爭中獲得巨大利益 有些行業是要靠戰爭來賺錢的 所以想想看 如果天下太平 軍火商就要來我們中央大學 接受轉業教育 他失業了 看到沒有 有些行業一定要有戰爭啊 甚至同學們啊 你們上課拿著這個礦泉水 一瓶一瓶的 同學注意啊 美軍到海外打仗 到非洲或到哪裡 所有的後勤資源 所謂的後勤資源 別的不說啦 吃喝所有的東西是什麼 是美國的廠商 從美國本土運到什麼 戰場的啊 別國還賺不了這個錢啊 同學想想看 美軍到沙漠地區打仗 一天要喝多少瓶礦泉水 他們都算出來了 那這個礦泉水 同學注意看啊 這幾天同應該也有注意到吧 川普還沒有上台 美國一家開力冷氣 好像就說他願意留在美國 生產不到墨西哥了 我把廠商移到墨西哥 所以很高興喔 留下了八百多個工作機會 對不對 其實這個廠商什麼 他也在承包相關的什麼 他也需要一些政府相關的訂單嘛 所以他當然配合嘛 對不對 所以回應你的問題 老師剛剛講礦泉水 那同樣呢 美軍吃的所有的食物 也是從美國空運過去喔 絕對肥水不漏外人田 美軍在中東或在哪裡打仗當地人 別想賺到什麼美軍的錢嘛 看到沒有 當然你說啊 美軍放假出去買一些東西 那當然他當地的是可以賺到啦 對不對喔 但是常規之下的後勤 所有的資源是什麼啊 都是美國的什麼啊 支持 這就是什麼 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同學看到沒有 民主黨和共和黨 他都需要軍火商什麼的支持啊 看到沒有喔 因為你的競選經費 動不動就上億啊 我捐錢給你 那你選上了你不回饋我 你要回饋誰啊 那怎麼回饋啊 送你一個戰爭 鄧老師的意思 所以我們台灣選舉喔 那個板豆耶 左吃右吃 你吃昏了頭 你也只吃了一點點小錢啊 董老師的意思吧 他這個是什麼 你捐錢 募款給你 對不對 好那你要還我就是什麼 軍火商 你就要還你他戰爭嘛 他才能賺啊 不是嗎 董老師的意思吧 戰爭才能賺大錢 他不要小錢 他要大錢 董老師的意思 所以同學注意看這個選舉本身真的是有問題啊 舉例來講 他就算捐一億美金給你 你要還你他一個戰爭啊 那他賺多少啊 那真是不成比例啊 而且死人不說了 反正死外國人嘛 對不對 那了不起美國幾個士兵啊 什麼倒霉也死了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利潤是成幾倍的往上翻啊 所以我居然一億給你 那太便宜了 你也太平價了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還是我在打賺啊 對不對 所以戰爭怎麼能停止啊 不能的啊 因為太多人就靠戰爭賺大錢 不是賺小錢 這個小錢 軍火商石油商他不要賺啊 對不對 因為打仗也需要什麼 軍機出動 軍艦出動是不是要加油嘛 對不對 而且打仗不可能只在自己家門口打 一定是到外地去打 那這個油要多少啊 你不可能到了敵軍陣營 讓敵軍來幫你加油吧 對不對 所以一定又是自己國家的什麼啊 加油的船啊跟著你一起去嘛 對不對 那可能發包給什麼 給外國人嗎 不可能嗎 還是美國的軍火商啊 所以美國別的不說好了 打波灣戰爭的時候 還沒出發之前戰後重建 波灣那個地方的什麼 戰後重建 的工程都已經發包好了 那這不是回饋選舉還是在什麼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議會民主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這個募款真的是要節制 就在這個地方 那太恐怖了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還有沒有不清楚的啊 那當然同樣的 因為這種軍火商或者是石油商這些呢 它基本上什麼 在選舉的時候影響力都很大 所以候選人也不敢得罪他們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啊 好還有沒有不清楚的啊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啊 我們說2015年我們剛才講 德國梅克爾其實收那麼多難民啊 其實他也是精算過的 對德國的利益是有幫助的啊 對於德國經濟成長 因為你少子化嘛 對不對 你接下來後面可能就沒有人啊 沒有人馬上接上來嘛 雖然他們也有條 老師不是也有提到過嗎 他為了維持住頂住他這個 這麼龐大的什麼社會福利 所以就老師來講 我們大概全世界基本上現階段 大概都是65歲法定退休年齡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你退休了以後 假定是年輕人上來嘛 接了你的位置對不對 那些問題是年輕人還接不上啊 要麼沒有 要麼接不上的情況之下啊 德國已經通過什麼 退休年齡延到67 他其實已經在處理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馬上什麼啊 有這麼多年輕優秀的人才來地鼓嘛 所以他是 他這個策略其實是對的啊 那但是德國呢 你要注意看 德國的這個所謂的另外選擇黨 他基本上他就是堅決反對嘛 他就是 現在你立即說他是種族主義 恐怕他現在還沒表露出來 但是絕對是民主主義政黨 對不對啊 那他們呢 可能注意看以科隆啊 因為我們知道不僅歐洲啦 美國也一樣 那我們現在台灣也在學人家啊 就是聖誕節啊 或者些重要的節日 大家都要狂歡嘛 對不對 狂歡本身啊 在德國來講 回注意看每個文化背景不一樣 德國這個社會平常是什麼啊 整個社會氣氛是很嚴謹的 社會規範也是很嚴謹的 所以平常呢 在德國生活你會覺得什麼 有相當的規範把你什麼啊 給框住了 人每個人生活的是有壓力的 那但是呢 我提供給你更好的 我政府提供給你好的 那你大家也都要表現的什麼很好 所以工作上的壓力 社會規範上的壓力啊 使得德國平常生活的確規規矩矩嘛 對不對 然後壓力是不小 所以為什麼 幾大節日的時候 就是大家徹底解放的時候 只要你不違法 你怎麼胡鬧啊什麼的 因為德國平常非常安靜的 那但是在這種節日 就是徹底的讓大家釋放這個壓力嘛 所以啊啊可以鬧得很兇啊 那好 那鬧得很兇的時候呢 統一注意看啊 這老是不是歧視德國的女性 或怎麼樣沒有這個意思啊 你統一注意看嘛 西方社會在兩性關係方面 相對於東方來講啊 表面上啊 是比較鬆一點 對不對 社會規範在這方面是比較鬆的 即便有天主教文化的制約 但是實質上跟東方比起來相對喔 老是不敢說絕對 只敢說相對 因為東方也有很多豪放民嘛 對不對啊 所以呢 在這種大規模的這種 這種解放的這種活動裡面 兩性之間 在一定程度上的 男女的什麼 自願的一些行為 你不能說不可能發生吧 應該是會發生的吧 對不對 那每年其實都會發生嘛 對不對 一些我們覺得好像欲舉的一些行為 每年都會發生 那為什麼這一年呢 就好像變得這麼十惡不赦呢 兩性關係其實 注意看啊 常態之下來講 就老實講的嘛 每年都會發生啊 對不對 好那什麼 但是他就給你搭上了什麼 民主主義加總主主義進去啊 看到沒有 你們這些伊斯蘭文明過來的什麼 這些不管是難民也好 你們什麼性騷擾或者是什麼 跟我們得意志的女性啊 那平常你們得意志的女性 不是也跟伊斯蘭文明的男性 甚至結婚的什麼也都有嘛 對不對 那但是在這種炒作之下什麼 種族主義下 哇 怎麼性騷擾 哇 這搞的什麼 這個輿論什麼 嘩然嘛 其實沒什麼好嘩然的啦 因為平常就有這種事嘛 對不對啊 但是什麼 輿論上 一炒作了以後 再加上這種難民的問題 集結在這個地方呢 所以什麼 整個什麼 讓梅克爾的利益善良的什麼 接收這個難民呢 一夕之間的嘛 本來還說 大家都說他要得諾貝爾和平獎了 就一夕之間 快變成民族罪人嘛 看到沒有 所以首先注意看啊 就說這個民族主義 種族主義啊 老師建議大家注意 在歐洲這個文明裡面呢 舉例來講 我們這一堂課一開始 講的基督文明 對不對 不管裡面又分新教或舊教 你們注意看 他們這個文化的根源裡面 對非我族類 齊心必義的這種什麼啊 主張是不是其實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什麼 排他嗎 別的不說好了 發展到今天 同學有沒有注意到啊 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女朋友 跟你交往的過程中 或者是最後論到婚嫁 唉唷 可能就跑出來一個問題了 我爸爸或我媽希望你入教啊 對不對 你不入教的話那沒辦法囉 看到沒有 猶太教一樣 看到沒有 這就是老師這一堂課一開始講的什麼 他們這些文明背景 對於什麼啊 不管是從種族主義 從文明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什麼排他性 其實是什麼 從古到今 可預期的未來還是會有 那當然這歷史上已經證明 他們把他們的問題什麼 變成全世界的大災難了 對不對 這是他們的堅持 我們沒有這種堅持啊 對不對 但是他們卻把他們搞成世界級的大災難啊 我們大家也跟著受害啊 不是嗎 好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啊 好 那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